重大消息 美联储5月初 FONC会议决定利率不变 从联储的形势一片大好 到现在美联储又不降息 是不是经济警报已经拉响 先别着急 今天老上就带大家深度分析 揭秘背后的照顾机会 美联储从联储到现在 对降息的决定变化 真是让资本市场大起纳落 这次会议的决定 意味着用更长的时间 维持高利率来压制通胀 而长时间的高利率 则可能会引发经济衰退 要知道 把通胀压到2%的增长水平 而不引发经济衰退 这个度非常难把握 这也是从未有人真正成功 实现经济软着陆的原因 历史上的十几次加息周期 基本都与经济衰退结束 所以很多人都在思考 我们是否已经站在经济风暴的边缘 那这就得看预警经济衰退的 重要指标数据 首先看收益率曲线 尤其是三个月和十年期 国债收益率曲线 历史上每一次收益率曲线倒挂之后 不久都会出现经济衰退 当前经济环境下 三个月和十年期收益率曲线 在19个月前就到挂了 要么经济衰退即将来临 要么这样的规律 出于某种原因不再有效 比如说 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中断 和在疫情期间的量化宽松中策刺激 但是不管怎么样 收益率曲线倒挂 这一预警信号 已经闪红灯超过一年半 你认为2024年是否会出现衰退 如果衰退 在评论区打一 不衰退 打二 另一个重要指标是萨姆法则 即如果最近三个月的平均失业率 比前一年中最低的三个月平均失业率 高出0.5个百分点 不可能已经进入或者即将进入衰退 萨姆法则甚至比收益率曲线更能精准的识别经济衰退 但它并不会太提前预警 目前美国失业率为3.9% 最近三个月的平均值为3.87% 而过去一年中最低的三个月平均失业率为3.5% 差距为0.37个百分点 低于0.5%的信号衰退 按照这个法则判断 短期内可能不会进入衰退 但我们离衰退边缘已经很近了 如果未来两个月失业率上升0.2个百分点 达到4.1% 我们就可能会面临更高的衰退风险 但是从最新的CPI数据看 除住房外 通胀已经连续12个月 在美联储设定的2%的目标范围内 所以总体CPI数据比预期要低 这对美联储来说肯定是个好消息 总之美联储正在尝试从未成功过的目标 经济软着陆 所以他们就像在走钢丝 非常谨慎 当然当前美联储更担心的是 二次通胀而非衰退 好在现在通胀是朝着预期的方向走 但是如果衰退迹象出现 也可能会更快的加息 你认为美联储的决定将如何影响你的投资策略 在评论区打出你的见解 假如衰退到来 会对投资人有什么样的影响 在衰退场景下有什么样的机遇 从地产投资角度看 首先 人们会更难组建家庭 影响自住房的购买需求 从而影响公寓和自住场处的需求 衰退场景下 付不起自住房贷款月供人会更倾向于租更可负担的B级或C级公寓 以降低住房开销 其次人们会更降低消费 以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影响零售业和工业的需求 第三 它可能会促使利率下降 从而在市场短暂冷却后 刺激商业地产交易量重新回升 投资人重新调整评估 以应对衰退 过去一年里 美联储的加息让很多大型公寓楼物业打折出售 随着更多物业的贷款到期 2024到2025年间 将会有很多公寓楼困境物业出售 商业地产权威机构COLSTAR 预测公寓楼地产售价在2024-25年前见底 这段冷却期将是难得的投资机会 投资本身就是一场遵循 从临法则的禁忌 胜利者总是能在弱势中找到机会的人 不要等待持续 在混乱中寻找你的机遇入室 就能让自己少奋斗十年 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一个投资机会 就来私信我们吧 订阅ICOM的资本邮件 关注高回报公寓楼地产项目